歡迎收看電影情報站 我是林舒嬅 在看今天的電影清單之前 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些 有關於最近的最新電影活動 像是一直被視為 金馬獎前哨戰的台北電影節 今年台北電影節已經開放 開始報名囉 那今年會在六七月份舉辦 他們已經開始徵收 不同的這些影像作品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們呢 也可以到網路上面來看 因為它其實分了很多不同的品項 不同的項目 像是短片跟動畫片 它是報名到三月十五號截止 或者是劇長片跟紀錄片 它是到四月一號截止 所以如果有相關的影像作品 有想要報名的話 可以上網路上面來搜尋一下 那今天電影情報站 幫大家整理的是 最新的電影資訊 首先要來看到的是新上映的電影 這部是 《喬色與虎與魚群動畫版》 那這次改編自一位借川賞作家 他叫田邊聖子 他曾經有出過一本小說 這小說是非常經典的青春愛情故事 那其實之前有被日本跟韓國改編成真人版 現在出了動畫版的版本 其中的動畫團隊更是有24位是來自台灣的 因為它可是集結台灣動畫團隊之外 還有布塔佩斯的音樂團隊 那這24人之中 其中有一位來自台灣的動畫師 他叫黃新奇 黃新奇是負責裡面非常關鍵的魚群場景 那他就說了 這個魚群場景的細節是非常要求的 包含魚的遊巷 還有魚的數量 都是需要經過一次次的修改 他覺得這過程非常辛苦 但是完成之後是很有成就感的 那除了是工作團隊非常厲害之外 裡面的故事背景更是設定在大阪 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很多人都沒辦法出國 所以可以透過這部動畫片 來看一下這個大阪的風景 也是很美麗的 因為裡面不管是聚焦在男女主角 他們對於夢想的追求之外 還有他們之間曖昧的情愫 還有美麗的場景 像是有提到大阪的大型水族館 海遊館之外 還有玉串串 以及這很熱鬧的道頓爵 裡面這個玉堂金也是 大家一定要去熱門拍照打卡的地點 還有像是毛馬英之公公園等等的 都可以在裡面看見 那其實我們製作人已經去看過 這部電影了 他就跟大家分享 他說這一部電影完全是會整個 從頭到尾讓你非常舒服的電影 會讓你舒服的笑 舒服的非常感動 流淚 之外還有片尾曲也是很好聽的 加上後面的彩蛋 從頭到尾就讓你覺得 非常舒服的心情回家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部 我們製作人非常推薦的 這一部電影是 喬色與虎與虎與虎曲動畫版 對 但是 我一直在做的 夢是夢 現實是現實 値是沒有什麼 我沒有伸到什麼 你喜歡的話 為什麼你這麼說話 不然 時給 已經沒有了 管理人 最後的工作 只要求 値には届かん ずっと届かんかった 生まれつき なんでそんな悲しそうな顔してんだよ お前に何がわかんねえ 最初で最後のチャンスかもしれないんや 常夫さんを自由にしてください どうか助けてください ジョゼのためじゃない 俺が管理人でいたいんだよ 不器用やな 何があっても 叶えたかった夢も 諦めたりせん 憧れも 全部 君への想いも 全部 痛みも涙も 全部 あたい 幸せや ありがとう ジョゼとトラと魚たち 大家好 ジョゼとトラと魚たち 鈴川恒夫役の中川大師です 僕が演じました恒夫はですね 大学で海洋生物学を専攻して ダイビングショップを始め いくつものバイトを掛け持ちして 勉強とバイトに励み 夢に向かってまっすぐ突き進んでいる少年です すごくですね 夢に向かって一生懸命で 魚が本当に大好きなんですね そんな常夫がジョゼという女の子と出会って 成長していく姿を皆さんにも見ていただきたいです ジョゼとトラと魚たちは まもなく台湾で公開されます ぜひ劇場でご覧になってください 台湾はですね ここ最近は行けてないので 僕も大好きな場所なので また行って 小籠包を食べたいです ということで皆さん映画見てください シェイシェイ あいつら一人ぼっちなんだよ ええなあお前は好きな場所に行けて 夢は夢、現実は現実や 好きなら諦めんなよ お前みんなに分かんねん 爪尾さんを自由にしてください 管理人となら見れる思ったんよ 欲しいものに手を伸ばすのが どれだけ怖いことか 最初で最後のチャンスかもしれないんや ジョゼ! ジョゼとトラとサカナタチ 再来的這部是日本的電影 叫做《我的虎斑貓爸爸》 為什麼會叫做虎斑貓爸爸呢 先來聽聽故事怎麼說吧 故事的主角他叫高店瘦瘦男 他是一位過期的漫画家 而他賺不了錢之外 他還有一個不好的習慣 他每天會跟他老婆 拿他打工賺來的錢去賭博 每天都過著非常虛度人生的日子 而這有一天呢 這個瘦瘦男 他又拿著錢去賭博了 終於讓他贏得一次了 所以他非常高興 高興之餘他回家的路上 竟然遇到了交通事故而去世了 好 但上天給他判決就說 可以讓他暫緩死亡 執行這一個月的時間 好 給他一個月的時間 但必須他回到人世間 要用貓的姿態回去 但是也要告訴他 必須要面對他過去愚蠢的人生 想辦法來做補償 所以這個瘦瘦男 他就變成了一隻貓 回到了人世間 好 剛好就被他以前 就是老婆和小孩遇到了 然後就把他撿回家 把這隻流浪貓撿回家之後 把他取名叫做小虎 但這個瘦瘦男 因為困在這個貓的身體裡面 他沒有辦法用語言跟人類 來溝通 來表達 所以他要怎麼樣來彌補呢 所以就可以看到這位爸爸 他過去沒有負責任 或是沒有好好盡責到 他爸爸的責任 他會做出什麼樣的彌補 好 來為他的家人們 來帶來幸福呢 來看這一部電影是 我的虎白貓爸爸 彼は死んで猫になった いい加減で能天気な売れない漫画家 鈴雄 愛してるにゃん ママがちゃんと稼いであげるから 楽しいぞ夏子 こんなパパ嫌 愛する家族に頼りっぱなしの お気楽人生が突然 あなたは死んだのです は? 今までの愚かな行為を挽回してください 1ヶ月だけ現世に戻って 猫の姿で家族の元に マジかよ パパナト 上がるか? またね ホッホスピンゴ 猫最悪 勝手よ だって 言ってねえけどな プラさん これでまた3人家族だね おい夏子 ほら あっち行け パパ 今ここにいるんだよ 俺も辛いよ あいつあのこと見てるの 猫なんもできねえ 私たち猫にしか見えないものがあるって トラさんも絶対に諦めちゃダメ 死んじゃって ごめんな 出会ってから20年 幸せだった でも もっといっぱい 大好きって言いたかったよ ここにいてくれるだけでいい それだけで奇跡みたいなもんだからって 家族と過ごせる最後の日 彼が伝えたかった思いとは 俺やっと見つけたんだ あいつらに残したもの トラさん 僕が猫になったわけ 所有喜歡超染力霸王的朋友們 大家久等了 今度は 今度は 大和 大和 今世代 今世代 終結 黑暗 今世代 大和 大和 都深受大家喜愛 但這次 他們破天荒的上演了 超染力霸王大和 和他的父親 太郎 要來上演一場殘酷的父子大戰 因為為了要讓 墮入邪惡勢力的太郎 回歸到正義的一方 所以大和 他就集結了 許多位 新世代 超染力霸王的力量 而且還催生出超強英雄 也就是超染力霸王令和 他們的團結齊力 對抗反派怪獸 格力姆德 那這個華麗的戰鬥場面 也是讓大家非常期待 尤其這個新世代的 超染力霸王 裡面的角色也是滿多的 像是 光翔 大地 凱路 渦海 等等的 所以在裡面 你不只可以看到 這些戰鬥場面 還有這些經典的角色 或者是新世代 所出來的角色 都是讓大家非常期待的 我們就一起透過片段 來看看吧 回來繼續看最新上映的電影 有哪一些 這一部是被稱為 地表最強硬漢的 蓮恩尼迅 還有新作品囉 這一部是 捍衛救援 那蓮恩尼迅呢 他今天是因為 電影《極客救援》系列裡面 所演出最強老爸 這個形象深知人心嘛 但他這一次要對上什麼呢 他要對上的是 毒販 而他在裡面演出這個角色叫做 吉姆 吉姆是一位 從海軍陸戰隊 退役下來的神射手 所以他這個射擊那裡非常厲害 而他退休下來之後 就在牧場裡面 過著儀式獨立的生活 有一天 吉姆他就看到了 一位十一歲的小男孩 還有他的媽媽 竟然遭到了 墨西哥毒販的追殺 而在一陣非常激烈的槍戰之後 這個媽媽呢 就帶著這小男孩 把他交給了吉姆 說請他幫忙照顧 那這吉姆就帶著這位小男孩 就橫跨了半個美國 想要到這芝加哥和家人們團聚 而在這個過程之中 當然他們也建立起 非常不平凡的友誼嘛 但是窮追不捨的毒販 當然是沒有要放過他們啊 那這個吉姆他就用過去 他在海軍陸戰隊所學習到的 一些戰鬥技巧 要準備展開一場生死之戰 並且想要保護這小男孩 安全的回到家 那這個蓮恩尼婿 他自己在這個 受採訪的過程之中 他覺得吉姆這個角色 他形容非常的很伊斯維特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伊斯維特 他全名叫克林伊斯維特 他常常在各種電影裡面 來飾演的角色形象 都比較像是很沉默寡言的獨行俠 透過幫助別人來感受一下 內心的救贖 而且用很低調形式來做好事 所以他就覺得說 這個吉姆的形象 和伊斯維特有一點像 但他也希望可以來表現出 他自己獨有的特色 我們就來看 李恩尼婿他這次的表現會是如何吧 這部電影是捍衛救援 這部電影是不容易 Ed 被控制的 在警戒中 他卻採用了 就要有点空间的地方 就算了 有些人 就算了 有些人 你会不会有点 是远远的 你会不会有点 有远远远远 我会叫陆远远远 我会叫陆远远远 我来带来的女人 我来带来的女人 我来带来的 所以我建议你 就与你交往 我来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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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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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我们来带来的 问你 你不想带来的 sunscreen опас förs 给了 � tales 间nes 我要在给细까요 谁错那支持我 你要带来的 我standing 我혼把他要回家 fat Enjoy 你经营远远远远 台 vive 天 I don't care what you do The man you saw at the border is from the Vasquez cartel He will find you When he does He will kill you This kid didn't bring any of this on himself He just needs someone to give him a chance Do you think I'll like it in Chicago? There are good times ahead for you Miguel You should bring some? No, his mother asked me to look after her She must have had a lot of faith in you You've got to hide for an hour! Migiel! Looks like you had a little incident Yeah 當精英部隊對上了喪屍大隊 誰會贏呢 這一部電影叫做活屍殺戮 它可是改編自同名的生存電玩遊戲 這個電玩遊戲有多紅 它的下載量可是超過了一億次 因為裡面用第一人稱的視角 來去對戰活屍的逼真場面 更是讓它爆紅 因此而爆紅 加上改編成了電影版 裡面緊湊的劇情 還有許許無聲的喪屍 讓大家都非常期待 加上這劇情會是在說 一種神秘的病毒肆虐全球 導致上億人口變成了嗜血喪屍 那政府就有無力 然後他們沒有辦法阻止這個病毒擴散 他們就想辦法開發出來一款遊戲 但是這款遊戲竟然非常真實地反映出 這個被詛咒的世界所發生的一切 尤其在裡面飾演精英部隊隊長的這個角色 他是演員杜夫朗格 杜夫朗格他自己本身是一位演員之外 他更是一位武術家 所以在裡面你可以看到這個武打的動作 也是非常的精彩 他要帶領這部隊潛入到 充滿喪屍的城市裡面 要來拯救世界 他有辦法成功嗎 我們來看這部電影是活屍殺戮 比亦射爆發生的 強烈 一會兒看出荷戮 他會被刑比較大 在0位典位之中 有了一層�еф和屍體 那是雙方的一層症 尬其事 真的結局 在六層 還要準備到決定 你的手裡 記者 這整個城市 我們有盟子 你們都在哪裡 給我示範 最新上映的电影还有这一部 是参与过许多国外奇幻影展的电影 这部是我的恐怖老爹 故事里面主角他以为可以重温父子情 但是却陷入了恐怖陷阱 那这个主角叫做诺佛 诺佛是和他的妈妈一起住的 但是诺佛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成瘾于旧经 而有一天他就收到他爸爸的来信 他爸爸其实在他小时候就已经和他疏远了 也和妈妈就是分离了 住在不同的地方 那收到爸爸的信 爸爸希望他可以到他住的地方 来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诺佛就前往了爸爸 远在河边的小屋 那当然两个人就想说 重新建立一下这个父子关系 但是诺佛却发现了 爸爸有些奇怪的地方 像是这讲话奇怪之外 他还有对酒精也有依赖 所以和他期待不同 因为他原本想象说 爸爸可能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嘛 所以跟他想象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他的爸爸真正的目的 是要让这一趟旅程变成一场噩梦 君这个爸爸会有多可怕呢 来看这一部是恐怖悬疑片 我的恐怖老爹 爹 爹 那是我 Norm 我拿你的信号 我 never thought I'd see you again 那久不见了 很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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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realize I know nothing about you Boy 你的妈妈真的不说话 does she 不说话 oh mom hey it's dad he's he's not how i imagined him he's not used to having people around 爹,為什麼你叫我來這裡? 我不想說話 我必須知道為什麼你寄了這張照片 我必須拿捏捏 我知道什麼事 你沒想到什麼事在這裡 你有沒有在談? 論是在看幾個家中 我身無法解釋 我的背景 有這點說話 你真是歸的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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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沒機會 你覺得啊 他就一直在用光有 denial 因為我不知道 我未來會知道 可能我們會有好朋友 来呀 來這塊蛋 再来要看到这部电影叫做《约定的梦幻岛》 是由日本演员北川景子以及《冰边美波》 加上《渡边之美》来主演的 那北川景子呢 她曾经被日本杂志评选为最想拥有的女星脸孔 连续两年都是冠军哦 那渡边之美因为她非常活泼开朗的个性 深受大家的喜爱 但是她在这部电影里面竟然是颠覆形象 尤其他们所在这个梦幻岛 更是让大家都非常想逃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梦幻岛上面有一座孤儿院 这个孤儿院叫做恩典农场孤儿院 那这个孤儿院呢 其实对小孩们来说像是天堂一般 因为在里面就不用担心吃的 也就住得也非常的好 那这个孤儿院里有一位教育员 叫做依莎贝拉 依莎贝拉呢 就被小孩们都称她为妈妈 因为她很细心地照料大家 让大家过着这个衣食无缺的生活 直到这些孤儿们被领养 好 这个被领养还特别是标注的哦 被领养才能跨出这个孤儿院的大门 那有一天在孤儿院里面最年长的小孩们 其中有艾玛还有诺曼以及雷 他们就发现了恐怖真相 这恐怖真相就是原来他们都是提供给鬼食用的小孩 所以他们就想要带着大家一起逃出这个孤儿院 好 所以他们能不能又成功逃出去呢 我们先来透过片段来看看吧 这一部是约定的梦幻岛 这一部是约定的梦幻岛 グレイス・フィールド・ハウス孤儿院 優しい妈妈と沢山の兄弟 柵の向こうは危ないから近寄っちゃダメ ハウスでの生活は私たちに里親が見つかって 外の世界へ旅立っていくためだと思ってた だけどここは 違うよね さっきのはママじゃない 我不是ここに行じゃなかった あれはコニーだった 私たちは食べられるために生きてる 鬼の手先だ 僕らが食用肉で ママは僕らを管理して見張ってる 秘密を知られたの あなた昨日誰かと門に行った 見つけた ここにいるなら殺せる 全員一緒に逃げよう 脱獄だ 私たちの体のどこかに発信器が埋め込まれてる 脱獄は絶対に叶わない 戦略を打つとゲームだ モールス不合になってる ダウト 疑い 私と手を組まない 子供たちの元も 内通者がいる あいつの思い通りにさせてたまるか おめでとう ノーマ あなたの出荷が決まったわ 諦めることよ 外にはあなたたちが生きられる場所なんてどこにもない ないなら作ればいい 生きられる場所 私たちが 大丈夫 絶対に諦めないでね ママ止めた人 チェックメイト 絶対に生き残るよ ね 約束のネバーランド さようなら 今日為大家介紹最新上映的電影 再來要看到的這一部是恐怖喜劇 通靈嫁訓版 在故事裡的女主角她叫玫瑰 她繼承了爸爸有通靈的能力 但是她一方面卻非常的自責 因為她爸爸的趣事 就是因為擁有這項超能力 所以玫瑰她就打算要默默的低調了 她不再幫大家 幫正上的居民們來驅魔了 所以她就改當一位駕訓版的女教練 但另外一位男主角她叫馬丁 馬丁她實在是太受夠了 她前妻的鬼魂一直不斷的騷擾她 所以找上了玫瑰來幫忙 另外一方面因為馬丁她的女兒 就遭到了一位過氣歌手 叫做溫特給盯上了 因為這溫特她就和撒旦來合作 跟他們達成一項約定 只要把馬丁的女兒獻祭給撒旦的話 她就可以來從操就業 她就可以來完成她的目標跟夢想 當一位非常有名的歌手 那為了要拯救馬丁的女兒 所以玫瑰她就打算再拾起了她這項就業 那就和她擁有這靈異體質的馬丁 一起組成了一個驅魔小隊 但是為了要通往靈界呢 又必須要收集七個鬼魂的靈外職 那他們要怎麼收集呢 就只好幫鎮上的居民再次捉鬼了 就展開了這個古怪又爆笑的過程 但是也意外拉近了玫瑰和馬丁之間的距離和感情 但是這玫瑰似乎遇上了大麻煩 她能夠迎刃而解嗎 來看這部電影是通靈驾訊版 為何我們不見過每天天 啊, leave me alone 那些遇見都很小 他們不見得不見 嗨,這是 Rose's driving school 可能你會跟我的女兒 找到什麼事 我叫她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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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名字 我叫她的名字 今次回予你,火力产的夜 火力产的火力产的火力产 这火力产的火力产的火力产 是 这是一种 satanic的火力 是 参与这种 参与这种火力产的火力产 我们必须要有个人的火力产 你只要让人的火力产的火力产 像在《Ghostbusters》 我还没读到 《The Plot Thicken》 Why does it have to be so unnecessarily cruel? Black magic Aha Your girl's got something Prick Holy shit Black magic This is over Crick Hello little ghostly 女士 Hello Oh I'm sorry I thought you were dead Oh my goodness 再来这副就是喜剧咯 叫做《她们玩到挂》 被说是西班牙版的一起玩到挂 以及闺蜜版的遗愿清单 里面更是找来了有欧洲影后 以及柏林影后 她们要展开如末日狂花般的疯狂旅程 故事主要就聚焦在三个不同年龄层的女性 她们面对身体上面的病痛 还有感情上受到挫折 她们要一起携手走出舒适圈的友谊 故事里面女主角她叫伊娃 伊娃就被诊断出有癌症 她就认识了同样在化疗的卡门 她们一拍几合成了一起抗癌的好朋友 她们就一起想说要列出这个遗愿清单 一一地去实现愿望 另外伊娃她最好的闺蜜 因为分手而陷入了嫡潮 想说也一起加入这个圆梦计划 所以这三个女生她们就开着一台 露营车就出发了 在这个旅程上面她们有笑有泪 而且也非常疯狂 直到她们有勇气再次面对现实 那导演就说了 她为什么要在这故事里面 这两位癌症的女生 然后再加进一位失恋的女生呢 因为她想要传达给大家是 除了身体上面的病痛或者是生病之外 心理上面的痛 一样也是需要面对跟解决的 所以也是需要有友谊的帮忙 陪伴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陪伴 才有办法得到疏解 所以也希望大家要看这一部喜剧片 不只是心情上面轻松之外 当你遇到困难 遇到挫折 或者是你有任何觉得心理上面的痛苦 生命上面的痛苦 都要勇敢的面对她 和大声说出来 来看这部电影是 她们玩到挂 我们去旅行的旅行 一旅程度是... 到辭费是国家的 但是我们的收入 因为另外一组 海底沿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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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病毒的病毒 真的有病毒 他们有病毒的病毒 你们就不要呃 我们十分治愈 我们下一个紀达的生活 這部電影《嗆辣女王》 它用喜劇的方式來傳達出 女人到了中年危機的時候 卻無法言喻出來的苦悶 那當然這個《嗆辣女王》果然夠嗆 因為裡面的女主角 她就拿下了第十二屆的法國金球獎 最佳女主角 裡面的角色叫做娜塔利 娜塔利是一位中年禮異的大學教授 而隨著她的年紀不斷增長 她就從一位非常溫柔深情的女人 變成了一位憤世忌俗的恰杂母 而且從她身邊最好的好朋友 還有她同事 前夫 甚至是她女兒 都覺得說自己好像被娜塔利給控制了 或是被她的這些古怪行為給擺佈了 那娜塔利有什麼樣的古怪行為呢 例如說是她會嫉妒同樣年紀的人 他們可以過著安逸的生活 但是她卻沒有辦法 或者是當她周遭的朋友誇獎她的女兒 她也會吃醋 她也會覺得很眼紅 所以就像女兒的男朋友來大爆料 等等的這些古怪的行為 那究竟這個娜塔利 她有沒有辦法面對自己 這意想不到的終年危機呢 好 這部其實是喜劇 大家用非常輕鬆的方式來看就可以了 我們來看這部電影是 《嗆大女王》 《嗆大女王》 我不想看 大家都在那本女孩 她是美女 她在飽善 她是很可怕 她是不太厉害 我会有出口 那是不回事 我工作 她是小小孩 她是多大多 她是多大多 她是正在设计 她是一直在那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全世界 都人是虚 我会扭曲 我会有多多 我会是多大多 是的,好的,但是... 我们都知道了一小时, 所以我们可以聊一小时,不? 你结婚了吗? 我已经成为了, 但我离开了。 我不能复杂过她的新闻。 他来到她了吗? 她是她的妻子。 她是她的妻子。 我们很快就去迷补。 你把你带到Dijon, 在你的父母。 不错了。 我的妻子在另一个公司 我们是在一家的病检子。 我们我们的病检子。 我们是离开了。 有问题吗? 他们不够。 好吗? 我们都在这些。 我们都在那些。 我们都在那些地方。 我告诉你, 我不是一段时间。 我看你了。 你会看我的妻子? 她会。 她会。 什么? 你会有什么? 你也知道她是老婆吗 而且她是醉了 这次 report《爱情电影》 也是最新上映的 这套是《想见你》的爱情电影 那裡面的男主角呢 是由演員紅冰流星來飾演 紅冰流星更被視為是新生代的男神 他在裡面演出的是 因為犯罪而放棄拳擊生涯的拳擊手 而他為了這部電影更是勤練全量隔月 更是讓自己增重10公斤 來練出這精實的又壯碩的肌肉 而其實紅冰流星呢 今年24歲的他 他其實在14歲的時候 他已經是武打高手了 他就曾經拿下了青年組55公斤的世界冠軍 而在裡面你不管看到所有在拳擊比賽的畫面 或是在練習的畫面 都是來真的喔 跟他對打的更是真正的拳擊好手 也被橫冰流星的這個武打 還有這些力道都有讓他們驚艷到 那另外一位的男演員 他也是一大亮點 他叫丁田奇泰 丁田奇泰呢 他就顛覆了以往的形象 他在這部電影裡面演出的是一位黑道老大 而他傳生的演出這個斯文敗類黑道老大 更是讓所有日本觀眾 女生們看了就直呼說 哇 怎麼能夠壞得那麼帥 因為他在裡面除了保持了他的柔和之外 還有一點點這個陰險的形象 更是把這一絲絲的陰險傳達出非常的傳神 那還有除了這兩位男演員之外 女生呢 女主角是由極高尤里子來飾演 就起來看看這三位非常大咖 又非常厲害的演員他們家在一起 會有什麼樣的戲劇火花吧 這部電影叫做《想見你的愛》 はい これ おまんじゅうとみかん あの… 誰…ですか 柏木あかりです 名前は篠崎瑠 見えない分感がいいんです おじさんがどんな人かもどいてわかりますよ 何年ですか ネズミ 48 背中に乗って 後悔するよ 大丈夫 私の目見て 見てるよ 嘘つき 4年前のクリスマス 家族旅行に行ったの エンジニア 2年5月 俺は許されないことをしたんです 過去は変えられない 今ならまだ視力が回復する可能性があるって 私このままでいい お金は何とかする 俺があかりさんを助けるから でかい金籠 《你說的…》 《Fightman》 《小兆》 《二度と戻ってこれなくなるぞ》 《我願》 《運命に翻弄される二人の切な過ぎる愛》 《二人選んだ未来とは》 《君の目が問いかけている》 我们的开始 3 5 5 이거는 She Nerds 她是粮�글 她是粮肥 缓 afterward invite hug 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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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 我最初遇到很細胞 我的顏色很小,但是 我當中的身體是非常合適的 我身體是非常合適的 我身體是很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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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體是很漂亮 我身體痛 我身體痛 我將 стрil振臭 但出手中身體痛 ไม既然是很會 我身體令到什麼 我身體還是很 Komm地 我身體シーン 不會공端 加速吃 有點 liked 它是很合的 擁抱 dire我 我要哪把 武造 競芳 開始 墓 為何這麼多涼快會溫柔 呢 側面在 然後笑著 我會幫你 我幫你幫我幫忙 音樂電影 這部叫做法蘭克 他也曾經拿到了 英國獨立電影獎最佳劇本 以及最佳音樂技術成就的獎項 故事再說 一位害羞的小男孩 他就住在偏僻的小鎮裡面 他平常休閒就沒事 就看看海發呆 生活非常平靜 但他心裡就非常喜歡音樂 有一天這個小鎮上 來了一個很另類 又很神秘的搖滾樂團 但這個樂團裡面的鍵盤手 就突然有這個缺之控出來了 那小男孩他就自告奮勇 想說要來一起加入他們 但上了台之後才發現 這個樂團的主唱有點奇怪 因為他其實是戴著 面具的一個怪咖 叫做法蘭克 所以這一段 因為為了音樂不要命 而且隨事不斷發生的一趟 突垂之旅就此展開 那導演就說了 這個靈感其實是來自於一位 英國龐克搖滾歌手 叫做法蘭克 賽德伯頓 那裡面的可愛面具 更是引起了法蘭克旋風 要開啟觀眾們 不管是眼睛 還是耳朵的想像極限 待會透過片段 帶大家來看看 這一部電影法蘭克喔 這部電影法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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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朗普通的電影法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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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在大陸 這部電影法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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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讓你一音樂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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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電影法蘭克 這是我的最喜歡的歌曲 我的最喜歡的歌曲 人们会爱它 是这个第一次见到 Bexhill? 是,它是 你来到一个公司 不过不同的学校 我看 谢谢 那不是一件事 有了一件事 between England and Germany for many years 什么类似的英文 会接受了一帮 教习了 英文的英文 我的父母是英文 我喜欢习惯 他们的父母 和最后一步的习惯 最后一步的习惯 我们会在学校 英文可以在习惯的地方 如果你想要习惯 很难说 谁真的是 who is good and who is bad I have a list of Nazi conspirators English traitors This country is at war with Germany Germany can't afford the girls to be captured Can you assure me you haven't been compromised? Stop please! I have to stop this My girls are not the enemy The jungle, aren't they?